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从希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来分享 圣经中提到的不能吃血的诫明 图拉学习第47周生命纪12章提到 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 那么从希伯来原文看 为什么要心意坚定 为什么不可吃血呢 父母避免吃血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血与肉对应灵魂与身体 这如何理解呢 要如何去除犹太洁净动物肉的血呢 因为the blood is the soul 这个soul的希伯来文是nefesh 同时在利未纪17章10到4节也提到不能吃血 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如果吃什么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 把他从明中剪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 谁能赎罪 神的诫命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神的旨意 探寻诫诫命背后的基本原则是为了理解神命令我们的目的 然无论所提出的理由为何 这些诫命当然都具有约束力 此外对吃血的强烈的厌恶 也会导致对流血的强烈的厌恶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呢 拉比解释 从要心意坚定这句话中 你可以推论出 以色列人过去常常过度吃血 因此陀拉认为有必要说要心意坚定 血液被身体所有的器官吸收 因此陀拉警告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吃血 同时吃血可以增强身体的力量 因此陀拉承诺一个人即使不吃血 也会变得坚强 拉比解释 这句话只是为了警戒你 并教导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加强对诫命的遵守 因为如果妥来需要加强你遵守吃血的禁令 何况其他的所有的诫命呢 如果父母避免吃血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 有句流行的格言是人如其事 一个人的性格会受到饮食的影响 并且最终被塑造 例如吃辛辣食物的会让人兴奋脾气暴躁 而清淡的食物则让人平静和放松 吃血会使人麻木不仁 甚至残忍 孩子会继承父母的性格的特征 因此避免某种食物 不仅对父母有利 还可以防止孩子遗传不良的性格特征 在生命中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提到 因为血是生命 这个生命在英文翻为 So 希伯来文是Nephish 希伯来文Nephish有多种的含义 灵魂 生命 自我 人 欲望 激情 食欲 或者情感的 但简单的说 它是动物的生命力 我们称之为物质的灵魂 The soul of the matter 显然在陀拉看来 吃血是一种卑鄙的行为 用血来饮用 混合 烘烤和蓬润 都是被禁止的 即使使用血和肉的奇怪混合物 其中的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中的一些人喜欢吃肉 无论是真正的牛肉 还是我们所沉迷的众所周知的物质主义的食物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毕竟我们只是人类 血与肉对应灵魂与身体 我们如何理解 陀拉告诉我们要小心地将灵魂就是血与肉分开 他想让我们明白 除了我们追求对上好的牛排的美味之外 我们还应该拥有更崇高的精神追求 因此陀拉告诉我们要清楚地划分两者的区别 并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可以享受世俗的享乐 但我们应该小心 不要让灵魂被肉食所吞食 因此他明确的命令 不要将血与肉一起吃 一顿美餐是完全可以的 甚至还能振奋精神加强体力 然后物质的放纵 本身绝对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迷恋 或者唯一的欲望 到那时 它将成为我们的灵魂的一部分 成为我灵魂的渴望 拉比解释 禁止吃血是为试图取消偶像崇拜的信仰和习俗 禁止吃血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原因是 血属于神 是为祭坛保留的 第二个原因是 血液是生命的展现 因此是禁止食用的 最后一个原因是 吃血会对性格产生不利的影响 血液是动物的灵魂 是动物的生命 人类被允许吃肉 但动物的生命仍然被禁止食用 一个灵魂吃另一个灵魂是不恰当的 肉是用来吃的 魂不是用来营养的 吃的食物会被摄入吃者的身体 然后他们就成为一体 然后它将附着在吃者的血液中 并与它心联合 其结果将是人的灵魂的厚重和粗糙 从而接近居住在其中的动物灵魂的本质 它吃了血 因为血液不像其他的食物那样 需要消化 从而发生改变 因此人的灵魂 因此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结合在一起 那如何去除犹太洁净动物肉的血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正确的屠宰方式 在土耳中没有给出血液他的法则 然后在生命纪12章21节 神说 屠宰应按照我所指示的进行 所以拉比指出这一点作为口述土耳律法存在的证据 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进入以色列土地 表示在他们的精神生活的焦点发生了变化 在旷野中 上帝天价玛纳 他们的身体的需求得到满足 因此他们可以专注于灵性的成长 一旦他们进入这片土地 他们就会被要求 透过从事世俗的生活 并引导他们走向精神的目标 来改善和提升物质世界 因此由于动物的血液体现了它的生命力 消耗血液应该是为了提升动物的生命力 或者随后将这种生命力 用于神圣的献祭的目的 实际上是一种进化物质世界值得称赞的努力 但血液就是生命的活力 绝不能单独的享受 血 生命的活力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况 如果它是祭品的一部分 以圣洁为导向 它就可以被带到祭坛上 如果它是简单的饮食行为的一部分 仅仅为了保存或者增强身体本身的生命力 那么就必须避免 因为我们应该渴望 只对神圣的事物感到兴奋和热情 而不是对物质世界本身感到兴奋和渴望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弄受人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